由政党向家长批发大约一个月用量的快速测试包 大约半个小时派完4000图 祝请政府向全港学生派快测包 西湾河兴东村下午一度有近百人排队 等候拿免费快速测试包 他们要出示子女的学生证或者搜索等证明文件 先可以领取20个快测包 即是大约一个月的用量配合学生服货之后每日快测的要求 排头位的市民在开始派发前一个钟已经到场 因为我们不是很多的 应该要派一些的 因为有时你都未必买得到 要去批试 你知道现在的年轻妈妈又要上班 哪里有时间去批试这些 帮助都大 因为譬如我们自己出去买都要几十元一个 可能要二三十元 其实都无形中家庭的压力 大会派了半个钟 大约200份的快测包已经派了 会再研究可不可以加码 负责今次派发的立法会议员说 政府只是向有经济需要的学生 而不是向全港学生派发快测包 会增加家庭经济压力 促请政府在开学初期同一派发 如果政府要市民出街买的话 可能有些人会买多 买多了的时候 供货不设就会有些人买不到 即这个盲腸的情况有机会出现 和会令到家长抢贵货 其实如果中央统筹的话 希望令到 至少用成本价或者最低的价格 买好了分发给学校 学校分给学生是最快捷 最拖档的方法 工联会有建议当局容许 完成两针接种的学生 改为隔日做快速检测 增加打针有因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 復活节长假 警方年日来发出大约700多张 违反社交距离措施的告票 不过仍然有市民出去玩的时候违规 这里有营 这里都有营 日前有人因为违反社交距离 被票控的西九龙文化区 下午继续迎头涌涌 超过10个人聚集 三五知己围在一起聊天 继续把握假期出去吐吐气 但防疫意识是不是漏了气 少少吧大家 比如说在草地那边 你看到很多人都会脱着口罩 可能聊天 今天真的过了很多人 或者是因为关得太累了 我们现在都准备走了 小点在外面逗留 因为小朋友没打针 所以真的有点害怕 而中环车打到一带不少外用 趁星期日出来休息 部分人没有遵守二人限聚令 社交距离也没有1.5米 警方到场执法 如果发现怀疑违规 大多数都劝语或者警告 在维园的外用 大部分相对守规矩 小部分因为违反二人限聚令被票控 有外用认为应该遵守防疫措施 付货会折场隔头两天 警方就禁止聚集和佩戴口罩的防疫规例 分别有大约200次巡查和报告 就违反限聚令 发出317张定額罚款通知书 同11次检控 也就不戴口罩发出大约38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 要防止疫情扩散 警方说除了执法之外也要靠市民指律 不含如大家顾己及人严守相关的防疫规例 母亲电视记者 李游昆布道 西环山道有大厦单位起火 至少五个人受伤 单位冒出火事 有宜址着火的衣物跌落马路 警方大约下午6点接到多人报案 说有高层单位发生火警 至少两男三女受伤 有三个人被送去马利医院 其中一人情况较为严重 警方封锁大厦调查起火的原因 2元乘车优位扩展至60到64岁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形容 是电掌人士最有获得感的一种福利 又说差不多肯定不会超出预算 他说计划合资格年龄 2月底调低到60岁 粗落估算每个60到64岁的人 平均每个月可以获得最多500多元的资助 是对于这帮未及资格新领 长者生活津贴和医疗券的人 最明显的福利 又说在本年度预算 这一批人在计划中获得的补贴 占整体大约6成4 年满65岁就占大约3成6 是假设本港60到64岁的人 社交生活相对活跃 也有近半人仍然有工作 但是差不多可以肯定 今次计划不会超出预算 即是60亿多 他又说60到64岁的人口 长远将不升反跌 计划引起的财政承担会日渐减少 内地三款针对Omicron的灭活疫苗 获批在香港进行临床研究 下个月展开 预料部分疫苗最快年底可以认用 不过研究使用的病毒株 不是近期本港最流行的BA.2亚营 负责研究的港大学者说影响不大 获准展开临床研究的 包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旗下 北京和武汉两间研究所研发的 两款Omicron灭活疫苗 和货卿一款针对Omicron的疫苗 货卿说2月抵起 向全球多地提交临床申请 香港是首个通过的地区 将会在这两项研究担任首席研究员的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 三款疫苗都是打一剂 用作加强剂 国药方面会招募千八个年本18岁人士 已经打了两至三剂科兴 又或者伏必泰疫苗的人各占一半 每边在世分成三组 其中两组将会分别接种国药两款的新疫苗 剩下一组就打原始病毒株疫苗为期半年 研究将会审视副作用防感染的中和抗体 和减低重症死亡率的T细胞水平等等 科兴研究形式类似 但只是招募300人 三款疫苗採用的是Omicron BA.1病毒株 而不是全球近期流行的BA.2 孔繁艺说影响不大 为什么我们在用BA.1 就是因为那个抗原是很早 就是说是一月头十二月尾一月头 已经是用来做那个疫苗了 还有时间是很紧逼的 所以就不容许我们再去转BA.2或BA.3 因为其实我们相信那个变种的病毒 或者轻微变种的病毒 是会陆续就会出现的 但是因为它本身都是一个Omicron的变种病毒的话 或者那个保护率或者保护力都是维持得到的 他又相信陆续有更多针对Omicron 不同技术平台的疫苗 今年底面世 很多的MRNA疫苗 或者其他蛋白重组疫苗 其实都在做国药和科兴的妙疫苗 它可能那个技术上是比较容易些去配合 就是它改变那个抗原就可以做到那个疫苗 所以是有一个优势在这里 孔帆毅相信国药两款疫苗最快年底能够推出市面 而科兴今次招募的人数较少 需要再做多一次大型研究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西环山道有大厦单位起火 至少七个人受伤 单位冒出火舌 有疑似着火的衣服跌落马路 警方大约下午6点接到多人报案 说有高层单位发生火警 至少七个人受伤 五个人被送去玛丽医院 其中一人情况较严重 警方封锁大厦调查起火原因 西环山道有大厦单位起火 至少七个人受伤 当中四人送丸 单位冒出火舌 有疑似着火的衣服跌落马路 警方大约下午6点接到多人报案 说有高层单位发生火警 至少七个人受伤 四人被送去玛丽医院 其中一人情况较严重 长火在夜晚大约9点左右救息 警方封锁大厦调查起火原因 西环山道有住宅单位起火 至少四人吸入龙烟不息送丸 其中一个女人氛围 现场是西环山道4号一栋住宅大厦 起火单位两边窗口都没出火舌 龙烟涌到上楼上的单位 消防云梯在一边窗口破旧 火势蔓延至另外一边 有衣物和杂物被烧至跌落露面 大批居民疏散到街上 火势迟早一个多钟 到夜晚7点多还未破释 窗框摇摇欲坠 我七楼八楼少了 很紧了我冒了很大火 有没有自己都吓到那一刻 那一刻走啦 看到走都走不走啦 我们7点多回上去吃饭 因为那时候不是很严重 但是刚刚我们又吃完饭 闻到很大股烟味之后 警方说大约下午6点多接到多人报案 华西环山道4号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 火势在夜晚近9点受控 火警之后大厦解封 但是大厦里面的六架升降机都要暂停使用 要经过检查确保安全之后才可以再用 居民上落都要走楼梯 无线电视机者李慧尔报道